列席报告并被咨询 本日会议由劳动部郭部长方域等 列席报告并被咨询 委员洪池庸等17人提出咨询 军经劳动部郭部长方域及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 决定 1.本日会议报告及寻导完毕 2.委员陈寅及林德福等2人所提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 3.委员口头咨询未及答复 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 委员另要求其宪者重其锁定 通过临时提案9案请委员着参宣读完毕 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的议程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议事有没有问题 没有好那确认通过 本次会议为三天一次会 本日会议的议程为 邀请劳动部交通部就新政府如何缩减 劳工工时落实周休2日 及国定假日休假之政策配套与修修法的规划 并由华航罢工争议事件检视新政府如何建构 协商自治之集体劳资关系制度 列席报告并被执询 第二项要审查本院委员蒋乃兴等20人 凝聚劳工退休金条例第24条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 审查本院委员李燕秀等18人 凝聚劳动基准法第50条条文修正草案等2案 继续审查本院委员蒋乃兴等24人凝聚劳动基准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 那首先我们现在 有提案议程的变更 提案委员是吴玉琴委员 好请先上台说明 有关这次是三天一次会的一个议程 我们民进党团这边针对627有做了一个 6月27号有做了一个提案上面 包括这个有关退休 劳退基金的一个修正里面 我们希望黄修方委员也有提案 希望能够把这个部门并入来讨论 那对于6月29号 我们也希望除了这个环保署还有各个部会来报告节能减碳的议题之外 对于105年有关环保署的有关公务预算的解冻 我们也希望能够赶快来处理 那另外6月30号 我们对于这个卫福部的解冻案 105年的解冻案我们也希望能够赶快来处理 因为这都涉及到这个业务单位的一个业务的执行 那另外也特别针对这个吴坤毅委员提的 邮政患者的一个健康照护条例 还有吴志阳委员提的烟害防治法 还有王毅明委员提的烟害防治法 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6月30号来作为讨论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议程 因为是三天一次会说变成三天的议程 一并来做一个确认 以上是我们的提案 好 因为这个很临时的提出来 所以主席现在先宣布休息 我们请议事人员去确认一下 民进党吴玉琴委员所主张的变更议程内容 跟原来排阶的议程内容的出入 我们再进行讨论 现在休息 dingen了 会有没有想着 знаешь 人员 他们是相同他 对 阿 Ricardo 我 抓住 了 啊 民進黨黨團,因為是你們提出來的,到底增加了哪些,減少了哪些,你們這樣子提出來太突然了。 麻煩你們提供,吳亦晴文是主題人,麻煩你提供這個相關的資料給議事人員,我們儘快把這個確立好嗎,因為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有招委排定的議程,然後突然提出來,然後呢把你們想要的要塞進來,把不想要的法案就把它排除在外,這是很罕見的情況,所以麻煩民進黨負起責任,你們今天提出這樣的議案,馬上把增加跟減少的,而且理由要很充分, 提出來我們才可以繼續處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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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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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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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吳玉琴委員進行諮詢 請郭部長 好 請郭部長 吳玉琳好 郭部長 我們今天想跟您討論 因為今天有兩位委員的主題案裡面 針對勞基法第50條來處理 那我們很想跟部長這邊來討論 請假的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勞工這邊的議題一直在追責 應該是公務人員的制度 所以我今天特別針對勞基法 或是應該說請假的一些規定 跟公務人員來做一些比較 來跟部長來做一些討教 到底這中間的優劣情況是怎麼樣 那今天因為題案裡面有關盧秀苑委員 跟李彥秀委員提了 我們有關產假 還有流產的一些假期 那這個假期大概一下調高的 滿高的 從原來的產假八星期 到十二週或是十四週 那流產假從四星期到八星期 那這個是有大幅的提高 那我就想問的是說 像因為生產其實對女性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少子女化的情況下 當然我們也希望鼓勵婦女生育的這部分 應該給予一些優惠 但是這樣的提高是不是有依據 這個可能也要請您待會一起來看 那我想問的是說 勞工跟公務人員的請 這個產假跟流產假的規定 誰比較優 您知道嗎 產假現在公務人員是四十二天 四十二天 那麼勞工是八週 但是不一樣的是 勞工的八週是 立假日不扣除 是 所以含過了立假日 對 那公務人員沒有含立假日 立假日是扣除的 所以還要加十六天 是扣除的 是 好 來 下一張 好 這個是我做了 不是 做了一些整理 真的把各個假再做一個整理 這一張是有關產假的一個對照表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公務人員 大概在分免前的一個請假 八天公務人員全新 那我們勞工是五天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是我們公務人員比較好 那剛剛這個部長也提到了 這個公務人員的產假 還有我們勞工的產假其實差不多 如果你照四十二天加十六天的 立假日加上來大概也五十八天 所以差異不大 所以產假其實看起來是差異不大 可是其他流產假的部分看起來 我們公務人員是優於這個我們勞工 因為在未滿十二週我們有十四天 全新的假 然後未滿十二週到二十週的是可以有二十一天 那二十週以上的是有四十二天 所以這部分其實 由於我們勞工的部分 由於勞工的部分 我們這資料還有點寫錯了 那另外就是賠產假 賠產假其實是 都是五天 都五天 都五天 那稍微好一點點是 當然你們是全新 我們也是全新 所以應該是差不多 所以在假期上面 大概就只有流產那個部分 稍微有一點點有一些差異性 那我想 再想問的是說 在這個勞工的請假 跟我們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上 您覺得在差異上有什麼樣的 比較大的差異 勞工就是給付方面 他是 他是 他是一個基準 就是如果說 現在要給他優於這個基準的話 也是沒有問題 不過大部分我想 雇主大概都是用基準來處理 勞工這邊當然 他的幾新的部分 我們公務人員大概都是 當日都是全新 那我們勞工是 你要工作六個月以上的是全新 六個月以下是半新 這個部分那有他 基本的計算上的一個 這個差異性 那這個部分 那可是最大的一個 大概我認為有一些差異性 下一張 我們勞工的假是放在 勞工請假規則就是 勞基法授權的一個執法 那有關這個 另外還有一個性別 平等工作法 我們分散在這些的 這個規定裡面 可是我們公務人員是由 公務人員的一個 服務法裡面授權的一個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所有的假大概都在這個規則裡面 在規範 那除了紀念及 節日實施辦法 獨立出來 這個部分因為 最新的爭議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公務人員是 運用了這個紀念 及節日的實施辦法 那勞工這邊到底要不要比照 這個問題就是 在這一次的爭議裡面 要不要回歸到 這個12天的這個議題 那我們 我們事業單位就是勞工 這邊大概都是 有點分散 加了一個性別平等工作法 這個地方 常常有些加碼 包括我們上次在討論的 這個所謂的照顧假 照顧假 就是大家都在追什麼 追希望跟公務人員的 這個假期的一致性 所以我們待會也要來看看 它的假期到底有 有什麼樣的一個 一致或不一致 其實大家看一下 病假 病假 我們是有 因病 有職停薪 就是我沒有工作 我因病然後 就休息 所以就沒有薪資 可是呢 我們 我們的公務人員 是延長病假 他是可以延長病假 比較特別的是 當然公務人員有一個 這個 急髓監證或器官監證假 這個大概比較特別 那另外更特別的有一個 叫強迫休假 強迫休假 是在我們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第10條裡面 特別 有一個就是你要 每年至少應該休假14天 而且呢 很特別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早次在這個 比較的過程中 都會覺得好像 公務人員比較好 因為這14天裡面 還有一個休假補助 也就是我們 國民旅遊卡消費 結果我常常聽到公務人員說 哎呀我今天來休假 特別跑出來出差 不是出差 就出來做評鑑 那順便就請了一個 叫做國民旅遊卡的消費 就是出來半天 可以報帳 或是可以去這個 去Shopping一下 然後就是可以去報 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公務人員很特別的一個 強迫休假 還有國民旅遊卡 一個福利 應該算是一種福利 那這一塊呢 特別的 給予我們 我們跟勞工 完全沒有這一塊 除非個別的事業主 特別給 願意給的話 又以勞機房 是但是很少很少 就是很少 但是公務人員是 明定在他的請假規則 第十條裡面 給予公務人員這14天的 強迫休假 而且還有所謂的 這個休假不住 這個是一個非常 讓我們一般 應該說我們的這些 勞工朋友 非常羨慕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看到他 架的一個不一樣 除了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法規的依據 我們一般勞工的 勞工的這個 法律依據是分散的 比較分散的 公務人員的這個 架算是比較統合的 就單一的一個 這個休假 好 下一個 我自己在看這樣的一個 休假其實還蠻混亂 因為特別整理的 所有的請假規則 也整整整這樣整整理下來 三頁 那這確實是 我們是不是要慢慢來做一些奇異 因為這次在談週休二日 然後把假回歸到 就是內政部規範的假期 我們一直在想說 因為部長一直說 這是我們希望全國假期 區域一致 國定假日 對 國定假日要區域一致 可是在制度上設計的時候 我剛剛再提 因為假期 本來就有點 這個 我們剛剛說 區域全國一致 是區域跟公務人員一致 那這個假期一致 可是其他假的內容 其實有些差異 是 報委員 所以我剛才特別報告說 像除了國定假日之外 像這些假 其實真的是日積夜累 長期以來 所形成的這樣的一個 比較複雜的情況 所以未來 像這樣子 我這是第一次看到 委員真的這麼詳細的 我們整理了非常詳細的 非常詳細的資料 我們未來真的有必要 每一項要去做一個檢討 因為 看看有哪些項目 可以先來處理的 有建立共識的可能的話 就先處理 因為抽中負財要 避其共一億大概也很難 也很難 但是怎麼樣去把它慢慢的起 部長你可能隨時都要面對的 我們立法院這邊 或是各種不同的團體 一直在提醒 或要求 就是跟公務人員一致的假期 那個聲音會不斷 像這次產假也是 看起來更優於公務人員了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還是會面臨到一定的挑戰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 我們目標是跟公務人員齊 特別在這一次 所謂週休二日 然後全國假期 一致的概念裡面 但是結構上本來假期 就有它的差異性 那怎麼樣讓這個全體的 這個有關勞動 我們勞工這邊的一個假期 能不能再做一個 整個全面的一個 算是盤點或是整檢視 那是不是這一塊 可以再有未來有一個 這個相關的會議 還有相關的政策的研理 可以像剛剛部長提的 逐步來做相關的一個修訂 跟所謂的期一 是包委員我們一定會這樣做 我們現在是先處理國定假日 之後我們就會把這些東西 不是如果沒有提出配套 我們勞工可能會覺得 你會不會呼嚨我們而已 就是只有這個 國定假日一致 那其他都不管 所以我覺得政府這邊 還是應該有個全面配套 而且是很清楚告訴民眾說 我們怎麼樣 慢慢逐步的來做 這樣的一個假期的一致化 讓我覺得 讓大家真的不是要過勞之島 是希望能夠讓我們 我們會來規劃 然後來檢討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吳怡群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王玉銘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有請郭部長 請郭部長 王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這次這個華航空服院 他們罷工的主題 你知道在他們罷工宣言 他們很重要的一句話是什麼 罷工宣言喔 對 我沒有特別記哪一句話啦 不過大概 大概就是知道那個內人 他們就是要爭取休息喔 這是一場爭取休息時間的戰爭喔 有有有印象 對 所以休息對勞工而言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但是本席要請教這個部長喔 除了我們看到空服院 他可能有日夜顛倒 這個工作時間比較長的問題之外 事實上我們看到像保全業 量販業者通路業 是不是應該也都有同樣的問題 是 都有同樣的問題嘛 但是我們看到像保全業跟量販通路業者 他們是工作時間長 但是薪資其實是普遍偏低的一個情況 所以首先本席就要請教部長 你知不知道這次行政院喔 很大動作的要撤回他原來的這些提案當中 其中張善政院長他其實很體恤勞工 他有提到勞機法第34條 他要改善輪班工作者他的勞動處境 他要在法案當中 你看 在法案當中呢 特別提到說 這一些輪班的勞工至少應該連續有 11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您知道 行政院過去張善政院長他所送進來的 就在這個會期送進來的版本裡面 其中有一條是我們的勞機法第34條 本席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條文 而且也是我們所謂的這一次 在整個罷工事件當中訴求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爭取休息 明文規範應該讓他們有連續 11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但是這個法案 在這一次要撤毀的法案當中 也被行政院是不是一併撤毀 你知道這件事情 是 包委 這個撤回來不表示說 這個案子是被否定的 因為是要我們勞動部再去檢討 所以我們檢討之後 如果認為它是一個合理的 是一個很好的條文的話 我們會經過檢討以後 我們會再處理 好 那本席問你 目前張善政院長之前送進來這個版本 第34條的修正草案 我們要加入連續11小時的休息時間 這樣子一個版本 你覺得重不重要 你會不會再送進來 包委員我想我們會重啟 我們所有的這個條文修正的一個程序 包括我們會去廣泛的再去爭取 去徵詢專家學者的意見 就這個條文 本席希望你現在表態 您贊成還是不贊成 你會不會讓這個原條文 就是再送到立法院 就這麼簡單 包委充分的休息時間 我絕對支持的 但是是不是11個小時 或是有更好的構想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會再去廣泛的收集意見 所以基本上你是支持的嘛 充分的休息時間是一定要的 所以本席也認為 這34條非常的重要 這次一併被撤毀 事實上對於這些輪班勞工來講 這個是不利的 如果我們可以讓這樣的法案 儘快通過的話 我們事實上可以讓這些輪班的勞工 他真正得到一個非常充分的休息 我希望這個法條 這個部長 你要看清楚了 下一次您送進來的時候 希望不要被您忽略了 顯然在這一波大家講的罷工事件當中 這麼重要的一個條文 事實上大家都忽略了 本席認為這個其實是關鍵 而且他將來造福的 不只是我們看到現在航空業而已 本席剛剛講的包括保全 他們要這樣子24小時輪班的 採輪班制的 或者是像這一種 連鎖24小時經營的這些業者 這些勞工都可以獲得很好的保障 本席也要求你們儘快再這樣這個條文 你們現在行政院是要撤的 現在林全院長是要撤的 這是張山正院長 當時其實主張的行政院 他們認為很重要的條文 本席覺得這個應該要保留 另外一個本席就要問到這一次的事件 我們是不是請這個郭次長一併上台 還有交通部 交通部今天本席還是要譴責一下 都沒有次長來 今天只是一個司長 杭政司的陳司長也一起上來 郭次長因為剛剛正好有接了一位電話 所以他去處理了 我來這裡 他怎麼沒有跟本席請假呢 他大概想說馬上就先處理一下 在哪邊接電話 可能離開一下 關議員要離開會議的議場 都要跟本席請假 這個道理都不懂嗎 報議員他今天本來就沒有要 名單已經列上來了 剛剛他還是住在這邊啊 他是來那個 好像原來名單裡面就沒有他 我看簽到的時候沒有他的名字 所以已經走了嗎 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 把本委員會當做什麼 官員可以這樣嗎 他也許認為是今天本來沒有他的名單 因為我看簽到的時候 他早上一直坐在這邊 對對對 不要用這個理由 我的時間先暫停一下 我簽到的時候真的沒看到 沒有次長的那個簽名 今天郭次長一直坐在那邊 我從早上我主持會他就一直坐在這邊 哪有這樣子的 我們先時間暫停喔 部長是不是可以趕快先聯繫 現在市長是離開了還是怎麼樣 去打電話聯絡 打電話聯絡 本委員會哪有這樣子的 官員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從來沒有這樣子的情況 要離開也要正式的請假啊 那像本徐現在要問他問題 馬上發現他人不在現場 馬上發現他人不在現場 好現在先休息喔 那部長是不是聯繫一下市長 好 是是 沒關係我們現在馬上我請那個 是你準假的是不是 蛤 是你準假的 我不能準假啦 對啊 我原來以為是他來這裡是有什麼事情 然後因為今天沒有他的名字 他早上就來了 而且寫在這邊 官員的名單是用手寫上去的 就跟交通部行政司的市長一樣 在委員會不可以這麼樣的任意 我們馬上聯絡 馬上聯絡 是是是 他本來是 我簽到的時候是沒有看到他 後來他出去我以為他是有什麼別的事情 本席在主席台的名單上面有他 在這邊尋答的 列席官員名單 也寫上次長郭國雯的名字 還有交通部行政司的主席 所以次長是應該要來列席 怎麼可以在委員會做這樣的事情 在這邊質詢台的 剛剛有上來質詢的委員都知道 在主席台也都有 所以沒關係我們馬上聯絡 委員會不是官員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的地方好嗎 好 現在時間暫停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 謝謝 謝謝 馬上聯絡 馬上聯絡 趕快先聯繫一下 謝謝 謝謝 Outside 請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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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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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